大家好我是班达老师 欢迎收看本期大关站来来观战一下 目前国服S1的面袭 关键他的胜率很高 89点几的胜率 这刀阵容的话 抓机械 应该是最舒服 但机械师所在的位置 相对来讲比较难处理 一刀有没有震射 没有震射 机械师位置锁定 这边的话应该是可以一波跳 跳上去的吧 应该插个眼 那边是看一下机械师的位置 然后看一下介师 这边从下面绕 介师有没有发现 因为介师其实现在是看不见 聂息的位置的 他也比较难判断 他只能站在中间等 等到我看到你的 但这边看就晚了 哇这波好吓人 大家发现没有 当介师回头的时候 发现这个聂息 这个脸已经进来了 有点恐怖 一波跳 直接 好的 飞轮没有卡到这道 整个开局是一个聂息 非常舒服的一个开局 这波击倒的话 应该是锁定一个聂息的 宝宝真胜了 因为这道阵容 虽然说能打架 有勘探 有接手 但是他脆啊 嗯 但是一波打架 没打到东西 直接就崩盘了 直接就嘎崩 哎 这里跳上去 舒服啊 学会了没有 各位观众 我是不知道这个点 还能这么跳的 但是现在看到了以后 下次就知道了 这时候呢 就赶紧拿个小笔记本 记下来 操作业了 球人员似乎是想 卖掉这个机械师 思路上面来讲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这波来救 真的不太能救得到 就是亏的多 赚的少的一个生意啊 这个生意 大概率是亏 你得是自己打得好 且聂息这边给到机会 才有机会去保活 这个机械师 难度很高 这边的话这个机械师 是一个挂飞 祭司有洞 看待员这边准备 好的 来了 他们还是选择来打 他们还是选择来打 这边交飞轮 想要过来吸一手 但是这个距离 吸 那我打你的 搞得这机械师 这机械师是个过半的 能走一样 这边再来 跳过来 好 哎 没跳上去 好像 这波没跳上去的话 反绕机械师 逛来 撞一个满怀 这个窗能翻吗 一刀隔窗 刀带走 机球手这边要 机球手这边 其实拿棒子打 不太好打了 因为时间上面来讲 他没有第一时间 在那个窗口做准备的话 其实不太好打 他下来的话就 只有爆发那一波的机会 不起爆发吗 不起爆发打 没意义啊 再起爆发 两连棒 绕 能打晕吗 打不晕 那这边也不管 我先把人挂飞 万一这机械师摇下来 得不偿失 对吧 我这边把机械师挂飞了 来抓你机球手 舒服的 不要不要的 飞轮顶掉伤害 可以 下一波跳 八秒钟 这里的话 九手 三根棒子 还是有操作的空间的 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但是 我觉得操作空间 不大倒是真的 就你这边 真的一棒子 把我打开了 又怎么样呢 我有跳 你飞轮没了吧 你飞轮是不是没了 是不是没 没了 我这边该蹦你蹦你 该吃伤害 吃伤害 机子的话 我们来算一下 现在的话 差一台半的机子 只要能够正常的击倒 我觉得就赢了 他这边选择过来 管密码机呢 也可以 管密码机的话呢 相对来讲 挂人的一个时间 会晚一点 本来这个半血机的时候 我觉得 其实撑不了太久的 这边可能怕的是 就这波来管这个密码机呢 这么正确 一定是正确的 但是从我们上帝视角来看 看呢 他抓机球手也可以 因为他这边管密码机的话 外面等于说 就这台隐产机 你修不了了 外面等于说 差两台机子 那我在这个时间点 击倒一个人以后 你两台机子都修不完 你还得派人来救 你人力上面不够 所以说一定是正确的 一定是对的 落地 磁铁吸了一手 但这个板子玩不动啊 看来玩不动这块板子了 再交一块磁铁 那你磁铁这边交完以后 我三秒钟下一波跳 你怎么办呢 一刀带走 诶 飞轮 好 那你有飞轮 我有碰 接手过来打架 也只能过来打了 这波接手过来打是比较好的 你不打 当人挂上以后 你再想打都来不及了 就不知道打不打得过吗 因为我这边有眼的 我是透视你的 我相对来讲 主动权在聂吸手上面 然后再一波连跳 这棒子都没有用了 然后接手给到接手 这波连跳应该是走不了了 没碰到 没碰到你 没碰到 对不对 我先把人挂上 你要是真敢过来 给我打 我等下一波跳 毕竟我这边插着 这机子好像拖的有点多了 一蹦 蹦掉 不得不说 这个级别的求生者还是顶 那我下一波跳 来我抓你机球手 好吧 抓看太远嘛 我觉得抓机球手 会不会更好一点 这波反走 又一次躲掉了这个跳 然后还拉开了密码机 这边祭司 去补最后一台机子 这机子的话 大概刚刚看差了一半 反身再砸一块板 这边机球手 再一棒走 搞得你机球手 好像能走一样 你也是半血啊兄弟 这里的话 人挂上 如果能锁定看太远的位置 接抓看太远 还是一个迎面 他这边可以补个眼 透视一下 对 看到看太远的密码 看到看太远的位置 密码机其实也是不够的 这边祭司来救人了 三二一 落地一蹦 好的 还是拿下了 还是拿下了 虽然中间有一些些波折 但是毕竟优势够大 毕竟优势够大 穷者这边的话 其实后面这两拨 真的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一刀打中祭司 人捞下来 这边的话 落地 哎不 对 我看你打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还是尽力了 我只能说穷者已经尽力了 但是机友手 面对一个飞天的涅吸 是真的有点有力无处使啊 他只要涅吸蹦的准的话 机友手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发挂攻击 我们来见读下一次给到机友手啊 看一下涅吸下一步跳 这步跳我觉得应该是带走的的 祭司这边也教自己了 算一下吧 这边的机子刚走到差了一半 连了个洞 人先挂上 二挂机 救手 这边祭司的洞 其实会暴露他的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 你祭司怎么救人呢 密码机又不够 对不对 等跳 还是说 其实他可以绕过去 逼祭司走位的 他想拦住嘛 我觉得反而不好 就给祭司更多的一个时间 来跟你拖 万一祭司好了呢 这边祭司打一个洞 强冲什么的 用刀打密码机差一点点 插刀完密码机点亮 然后身位上面来讲来不及 打斗 跟过去 人救不下来 带走了 尽力了尽力了尽力了 祭司教自己 这样的话找到看太原 有机会拦得住吗 门的话 好像差了那么一丢丢 来 镜头给到 飞天 穿洞过去 把祭司摸起来 其实 现在的话 我觉得把这个大洞给打了 不用不用不用 对不对 撒了 穿大洞 那不是直接就没了吗 这也是个叫自己 最后一刀 最后一刀 其实这个局能打到 这个局面 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因为穷者前期真的太烈了 那波抓 这个机械是抓的也漂亮 看一下这边 看太原 最后一块磁铁交完 应该是要倒了 手里面的飞轮 CD倒是 不知道有没有 有也没有机会再把这个祭司摸了吧 一刀飞轮 好的 没事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